我想刚好把卧尔大使这次来访的机会也表达一下 接待AIT处长丽英杰 台中市长卢秀燕这句话似乎已经预告 接下来将脱稿演出 我们台中市议会还有我们台中的市民 那这个很明确的表达 他们不希望我们改变法律 不希望我们解禁 有关于就是含有这个莱克多巴胺 或瘦肉精的猪肉进口 丽英杰虽然始终看着卢秀燕 不时点头 但气氛却越来越不对劲 事后AIT发出声明 直接署名美国在台协会发言人孟宇和声明 表示当政治人物在台湾消费者间散播不时资讯 并引发毫无根据的焦虑时 对所有人都是无意的 AIT罕见言辞发表声明 显然卢秀燕这场会面真的惹怒美方 为民发声 这是我的职责 至于AIT的发言 我们也尊重 不认为有任何不妥 但事后还爆出 丽英杰拜会本来是闭门会议 市府却发了公开行程 媒体摄影机全进了会议室 让AIT当场就傻眼 你因为你自己的媒体效果而把你们国民党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搞砸 那值得吗 绿营质疑如此接待外宾恐怕失礼 外交部也做出回应 AIT在昨天12月16号的时候 他们已经发布了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立场的声明 大家可以参考 那此外呢 我们没有进一步的评论 莱猪议题从朝野角力恐怕演变成外交事件 难免被质疑这出突袭AIT系码是为了市民还是政治利益 三连新闻消息局专会企业政策小组 送我报道